前面的部分是在采購 前面部分在采購 那接下來呢 銷貨的話呢 一定是什麼 回到原來我們訂單系統裡面 它會在訂單系統裡面去做的 銷貨嘛 人家跟我訂 我要銷貨出去 所以在訂單系統 那你看一下 這裡面有一個圖 它是說預計出貨表 這個是業務單位 銷貨單做一個建立 如果預計出貨表有以後 銷貨單做一個建立作業 然後呢 其實我們先把它做好 很簡單做好 我們看一下 在這裡 假設成功的科技業務 它說預計出貨表 要預計出貨這兩個東西 要出貨這兩個東西 那我們就必須要在銷貨單建立作業裡面去做 那銷貨單來看一下 它一定在訂單系統裡面 而且只要是這個通常會在日常異動裡面 有一個銷貨單建立作業 看到沒 銷貨單建立作業 那也可以在這裡找到 進來以後 進來以後呢 你知道看這種一定是程序是一樣的 就是先 我們先新增 然後呢 配銷的銷貨單進來 客戶代號呢 如果你忘了 那沒關係 你就直接用什麼 用這邊叫做複製來源 作業來源 那你看喔 這有三個東西可以複製的 訂單你們都了解 沒問題 報價單沒問題 借出單 借出就是上一次我講的 如果這個時候不是銷貨 而是借出 那借出的意思是 當時有公司或者你朋友 他可能庫存不足 我們庫存夠 先借他用 借他去賣 那就借出單 借出的時候呢 數量是不增不減 因為在虛擬倉庫裡面 然後他的金額也不增不減 不減 現在如果我們用訂單 當作一個資料來源 來源單別就一定會出來了 如果以這個例子來看 我們用標竿公司的當例子 而且是用什麼呢 我們用新的好了 我們這新的也可以 10月18號的 然後確認以後 他就出來了 而且把資料通通帶出來了 這是上一次我做的部分 我把它弄出來 好 日期 單據日期也有了 然後出貨廠別也有了 避別也有了 送過資料你可以輸入 看要輸到哪裡去 送到哪裡去 發表的資料 他是稅別碼等等都有了 其他相關資料 如果需要打進去就打進去 或者說他有訂金 所謂軍服品 軍服品以前用的 現在很少在用 什麼聯合 那個叫什麼 以前的軍工叫福利中心 那種資料 好 那我們現在看看 原來這個訂單有這兩筆 那我們要出貨 我們要出貨 現在是銷貨 我們要出貨 那你可以看看這個數量對不對 600個 100個對不對 我也可以輸入 修改它 好 沒問題以後 我們打勾 打勾以後就完成了 完成以後 我們再把它呼叫出來 你記得單子是什麼嗎 如果記得直接打 好像是這個吧 是這個嘛 沒錯嘛 好 那這裡面都出來了 這些東西都出來了 好 我可以怎麼做 確認就好了 金額不可搭 沒有關係 這個如果說 你有權限認為說可以 這個金額會在客戶的部分 客戶的部分呢 會可以做設定的嘛 確認 它就核定出來了 就核了嘛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那你看一下 這裡面有幾個重點的東西 在5-72頁 5-72頁看一下 5-72頁 來 我們看一下 這裡面的部分如果是訂單單別單號訂單序號 它會整個呈現出來 然後會有一個叫做結帳碼 結帳碼是說如果已經產生應收帳款的時候 已經結帳 結帳碼打勾 它會打勾 那如果結帳碼以打勾的消貨單 就沒辦法修改了 我們再回來看剛剛那個地方 我們看一下結帳碼 在這裡 有沒有 單身這裡有一個結帳碼 如果說已經結帳了 它就會自動就會產生打勾 如果這裡打勾你就不能做修改了 打勾以後就不能做修改 那現在我們剛剛到現在已經出來到幾個東西 你看一下跟課本上做一個比對 課本上的5-72頁 5-72頁 看一下 它不是有出現這幾個東西嗎 3 4 5 6 7 這幾個 3的話就是剛剛講這些相關的資料 申報年月相關資料 營業稅等等 4的話是剛剛講的數據 數量 出貨的數量 5的話是我們的訂單的單別 6 結帳碼 還有一個7 現銷在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現銷 如果它是現銷打勾的代表什麼呢 現金交易馬上就直接就 就不會再去把資料送到那個應收賬款裡面去了 它直接就現銷就是直接金額去處理好了 那當然這結帳碼自動就會打勾了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在5-73有一個練習題 有一個練習題 那練習題之前 要練習之前呢 同時也跟同學講一下 你要做好這一個銷售單 交貨單之後呢 其實馬上下一個動作應該做什麼 下一個動作應該是要做這個 列印報表 要馬上列印報表 它列印的報表是什麼報表 訂單銷貨狀況表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訂單銷貨狀況表 所以我把這關掉 應該在哪裡 報表 有沒有 訂單的報表 訂單我們叫做訂單的銷貨狀況表 找一下 在這裡 這個表 好 我們按一下 這表出來 然後同樣的 我們用日期好了 假設我的日期比較 期間比較久一點的話 比較長一點 我可以看 我可以看譬如說 前一年度到現在的好了 當然你也可以找今天的 我用即時的比較快 執行中 它就馬上產生一個即時的報表 是剛剛那一個 這是剛剛那一個 它把所有的內容資料都找出來了 記得 考試記得嗎 如果報表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樣 可以調整它的格式 你就不用看到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跟5-75 一樣的方式來呈現 好 沒問題吧 沒問題的話 我們練習做一下 做一下 5-73頁 有兩個練習 好 我把畫面還給你們